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朗格健康中心精神病学教授Barry Riceburg博士等专家就此主题进行讨论 在传统文化中老年人被视为智者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但在科技日益进步的今天 越来越多年长者处于被歧视的境遇 多位老年学研究学者表示 每个人都不能避免变老 帮助长者健康而自信地变老 每个人都可以尽一份心力 加州年长者委员会也在制定计划 为州长和立法机构提供参考 主要目标就是提高年长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信心 同时增加年长者继续服务社会和工作机会 重新年轻人发展开花 我跟他一起做的事情, 我跟他一起做的事情, 我跟他一起做的事情 我跟他一起做的事情 因為老人們有所謂的知識 老人們有所謂的知識 他們不能在智慧的知識 我們有一個好機會 去做的事情 去改變 整個流程 和去改變 這次的情景 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 阿伦森博士表示 年长者不但面临身体健康的衰退 也面临社会价值认可衰退的挑战 尤其是三年疫情期间 许多年长者同时面临年龄 足异和经济状况的挑战 研究显示 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近年出现下降趋势 平均寿命减少了2.6年 但大部分白人寿命变长 更多就是在哪里里的地房子 唯一性格大尤其暗尤其人 产业自由色人 杀出了 与其族当中残疾了 我幸福得到 我最喜欢的东西 操心 sociale which means 参加当天研讨的Barry Riceberg博士表示 老年人中有人罹患阿兹海默症出现脑功能衰退 但可能不会马上影响到工作 也不会被身边的工作同伴发现 但是如果脑衰退进入到第三阶段 也就是认知出现障碍的时候 就会被发现这些患者正在失去某种能力 值得社会和家人密切关注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综合报道